炮弹轻松穿透无反应装甲保护的炮塔后部位置大约在自动装弹器转盘一侧 无形装甲弹引爆了其中的弹药 T90的异爆装置迅速起作用 但是火势还在一秒钟之内就失去了控制 火势蔓延到了战斗师的前部 安装在炮塔各个位置的所有四部灭火瓶渐渐失去压力以后 地板下的弹药也开始燃烧并发生爆炸 最后只有驾驶员从车体前面爬出并滚落到地面上 其余成员都没有能够爬出坦克 阿巴达看着敌人的炮塔被巨大的爆炸掀起 并重重地落到地上 这就是白虎师他冷笑道 他在卡拉奇外围伏击过装备T72的印度第一装甲式的一个团 敌人的指挥官在他第二次射击后就开始组织起有效反击 而眼前的白虎师指挥官至今都没有在空放地找到谁在揍他 可见白虎师也并不是他们自己吹嘘的那么神乎其神 你好 这里是在揍带总 上述文案取自野狼焕的小说《雷霆反击》《圆明国家意志》 第269章中 老秦宫阿巴德驾八九图在魁达机场阻击硬T90的片段 虽然八九图在蓝星并未参加过任何实战 但小说中八九图可谓张尽风采 其和阿巴德魁达机场保护神的称号依让众俱迷所熟知 今天我们就来对PDZ89式自行反坦克炮进行全解析 PDZ89式坦克尖机车 因其外形和强大的活力而被众居民爱好者称为东方匪地南 只有史以来最后一种基于火炮的坦克战机车 是1980年代后期解放军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 旨在对抗来势汹汹的北方苏联军队 120毫米滑舱炮可以追溯到122项目 它起源于解放军队能够对抗远东苏联坦克的大口径火炮的需求 尽管之前的尝试面临着技术挑战和北约口径火炮的引入 但中国工程师最终开发了一种新型120毫米炮 作为WZ-123DDZ99计划的一部分 这是针对T7-2U或T-64的2A46M火炮进行逆向工程的测试 为了增强对苏联装甲部队的火力 120毫米火炮被乘合到了解放军WZ-321底盘上的新型移动火炮平台上 这个平台被称之为PTZ-89 其具有自动双天机和在潜在的防御行动中最大限度的发挥火力 尽管PTZ-89在被认为已经过时的时候推出 但PTZ-89仍然服役到了2015年 其退役正是标志着基于火炮的坦克兼机车之历史的终结 PTZ-89于1989年推入使用 可惜的是这时已经是主战坦克的时代 坦克兼机车已经算过时的产物在大国的抗当中 这个难题在战争类停装中从样也是存在的 PTZ-89面对像暴使AEAE这样敏捷且装备精良的坦克 机动和防护亦是难堪一用 PTZ-89的优势仍在于其火力 主炮几乎可以穿透它所在权中遇到的任何东西 自动装填机可以快速连续摧毁多个目标爆发力相当强劲 因此玩家应发挥其火力优势 避免防御上的劣势以更大性能地发挥其效能 游戏中PTZ-89为中系六级硬币载具 与New Power新真诚版本加入游戏 所属最右侧的11轮支线为CM25下属折叠车辆 目前权重为阶级历史权真8.7权重 和上期的T55AM1一致 8.7权重恰好避开了10.0次顶魔鬼权重 这是以89突为核心组建的8.7队列大撞钉概率极底 然而中系8.7队列被拆 692G 301 PDR02轮 红剑9 88A 88B都去了9.0 59第一调整了一些配置去了8.3 原本作为对上抗压的力气 但常常难以得到机会出场的89突 如今已经成为了中系8.7的扛把子 配合123G仍能在8.7中散发余热 根据惯例我们走火力 机动装甲三个层面来进行分析 同样作为弹总的特色 上图为8.7各主力车型的数据 大家可以暂停或截图浏览哦 火力配置 BDC89拥有一款国产120毫米滑糖炮 炮塔中装备辅助装电机 以此最多可容纳10%炮弹 当辅助装电机仍有弹药时 其装填时间仍为固定的5秒 只对于8.7这个群众来说 火力不要太足 其弹药配置为两种 分别是DYWE一气弹APFSDS长杆钢针 和DYS120HE榴弹 主力弹总的会钢针 DYWE在10米的垂直穿伸 为443毫米 对60度清闲装甲的斜穿 为256毫米 强制跳弹脚为81度 弹速来到了惊人的1740米每秒 且2000米的垂穿 也只摔减到了416毫米 八角突能在8.7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炮弹 120滑的17弹在8.7处于绝对同质地位 在平地可以击穿同权重所有车辆的主装甲 击穿后后下很好 远距离对炮时 出处高 下坠小 穿身衰减少 对居神器支撑 对得起八角突的坦前定位 DYS120榴弹就不太显眼 其穿身为30毫米 但装药质量仅有2.49千克 弹速为900米每秒 八角突 具备机械式辅助自动装弹机 装填时间为固定5秒 其不受成员组等级影响 弹舱内为10发弹药 清空弹舱内的10发弹药后 长远需要35秒左右的时间 将炮弹移置弹舱 之后弹舱再利用5秒的时间进行装填 每次轮回仅会装填一发弹药 因此八角突在爆发之后 会进入长时间的补弹周期 很难在后期发挥战斗力 需换车或者上空军 浮脚为-5度至18度 且是全向的-5度 大家可能会有一种侧面浮脚更大的错觉 然而非也 且为后置炮塔 扩扎地形作战能力较差 但作为TD影响没有前线车大 一共可携带30发弹药 第一弹药下为炮塔尾部弹舱10发 个人建议弹药的配比为13-2 因为打完前10加1发之后 几乎没有计划再进行补弹 来到8.7同级对比 上一期一致19辆车的主力弹种动弹弹垂穿进行排列 自上而下由弱到强 简然PTC-89的120-17弹一级绝成 和力机群 成为8.7唯一一款突破400垂穿的钢针 和其他车拉开了巨大的差距 甚至放在4顶节都有了一打 排名自然为第一 看到条形图 差距更为明显 而装停时间5秒的速度仅次于STRV和凶甲骑兵 但5秒一发的120-17弹配上过丁气 火力仁比前俩强 虽然爆发只有10加一发弹药 甚至堆局中也是相当够用 来到条形图 BTC-89的5秒装填 几乎只有倒是第一的一半 浮角由于全下幅度则不作对比 奥镜为3.5倍到7倍放大 瞄具视野为21度到11度 几乎毫无黑边 体感舒适 车掌镜为1倍到5倍放大 瞄具视野为80度到15度 车掌镜无障碍物遮挡 放到最大倍率时进行炮塔指向 也不易丢失目标 测局后瞄准精准可直接切炮镜进行打击 灵活性方面 所以设计为全向 少有的TD全向设计 方向机满级成员也仅有18度每秒 但对于一个坦尖来说也已经非常够用 高低机为4度每秒 方向机高低机接受成员组等级影响 排名可能不是太联想 处于第16即倒数第三的位置 但比现在的VT4AE的默认17.9度每秒 还是要稍微快一点 好好好 且比上一期的TD AME赚得更快 补助设备方面 该车具有双稳 有机光测局仪 即可自动装表 在移动设计和远距离对抛中具备优势 配备夜视仪 同样的无用 除非带到高气房 不认神像 配备铲子 使用挖掘铲可弥补扶角的不足 但实战中能够用到的机会仍然不多 配备烟雾发射器共8发 每轮发射2发 即一共可发射4轮 在历史的点内 接近模式中 每2发烟雾弹装填时间为8秒 不具备隐形烟雾系统 不具备火炮支援 不武器为12.7毫米QJC-88A7强 QJC-88A的带发弹样为600发 射速600发每分钟 具有-6度的浮角和85度仰角 对攻射击优秀但对底前缺 满机装点手 重装停时间为5秒 无同舟机枪 机动方面 PPZ-89全重30吨 520匹马力的发动机 使得该车具有17.33的推重比 每分钟2000转有5个前进挡 前进急速为56公里每小时 倒车保留了中系传统 仅有1个倒车挡 倒车急速为8000米每小时 无双流缠动 不支持原地转向 在公路平地上 从静止加速到55公里每小时的急速 所需要时间为20.27秒 从静止加速到8公里倒车急速 所需要时间为0.3秒 从静止状态 原地转转车体所用的时间为16.51秒 官网的评价是PPZ-89的公众比 由于当代的ZTZ-59第一 M6003 TTS 但差距并不明显 无法与OF40 鲍伊等保车相比拟 8公里每小时的倒车速度很差 但对于充系车辆来说非常常见 PPZ-89因车底过长 难以及时进入原体 然而由于抛打后置 采用倒车探处原体开爆后 再前进速回原体的伸缩打法 非常适合这辆车 前进急速排名 PZ-89处于第9名 56的急速虽然中格中矩 但是对TD来说转场非常功用 且比T55 AM1 M60A1此类主战拥有更高的急速 同样的第一和倒数第一都是代音 顺便提 下期全解析式挑战者ROES 它的机动我也会重点讲 来到倒车 副8的倒车在同级处于倒数第一 但我们可以根据官方的指导打声缩 且同级副8倒车的车辆很多 所以不算太大的劣势 且副8相较于某辆车的负次是质的提升 17.33的公众比处于第9名 同样中规中矩 但也雇用实际转场不算难受 在调性图中可以更为明显的看到 89图的所在排名 生存线 该车为四人成员组即配有装点手 PDC89的手上分为两部分 上半部分为74度10毫米均质缸装甲 下半部分为65度10毫米均质缸装甲 隐形盖上方为74度5毫米均质缸装甲 手下为35毫米加15毫米杂质均质装甲 轻血角度为1度到66度不等 实战中因隐形前置 手下被弃穿也很难致命 炮塔为30度22毫米杂质均质装甲 等效在31毫米左右 炮盾为32度30毫米杂质均质装甲 炮根为48毫米杂质均质装甲 在实战中可忽略不计 彻底侧面为一整块的15毫米 完全垂直的杂质均质装甲 炮到侧面为18毫米 彻底后部为10毫米的均质缸 虽然整车厚度非常薄 但是因手上轻脚拨打 正面包括炮打 可全面防御14毫米口径以下的炮弹 但面对M3的25毫米APDS 及更大口径的解炮车 BTZ-89全车便可被击穿 只能依靠结构坑实现存活 通过演示 我们可以发现25毫米和30毫米的APDS 已经可以对BTZ-89造成一定的损伤 内构 我们从敌人的角度正对来看 即正直图 发动机位于车底前侧靠左位置 平行右侧为驾驶员 油箱包围发动机和驾驶员 传动结构位于手下位置 驾驶员 炮手 车掌位于车底右侧一条线上 只有装填手在炮塔左侧 炮塔尾部和车体左侧尾部为弹药架 需要注意的是 当弹药填满辅助装弹器的10发炮弹之后 多出来的弹药会先放在车体里 而不是先把炮塔弹药架填满 只有车体的弹药架被填满 炮塔中的弹药架才会被使用 这是PTC89一个被诟病的点 即实战中很难把弹药集中再炮塔 只要携带炮弹超过10发 车体中总会溜了弹药 贴草 首先把脸遮住 其余大草遮盖手上位置即可 因外置挂进较少 贴草难度不高 故步详细展开 对敌 如果你的敌人是PTC89 请将你的主力弹荣 瞄准PTC89的炮塔右侧正式图 靠近炮栓的位置 这样可以一次性带走炮手和车掌 概率带走炮栓 使对手失去缓手能力 如果碰到炮塔后部弹药 即可使八九图的弹药迅爆 同样带走一射 如果只用化学弹药 则可尝试击打手上靠近炮塔的位置 极度不推荐第一发击打手下和手上的靠下部分 气泡桶里对八九图的打法就是清空炮塔 经济方面 在现在版本有高涨的情况下 PTC89的研发收益为440 银湿收益为315 历史模式下最高维修费为6956银湿 接近模式下最高维修费为6286银湿 因其限为CM25下手折叠车 PTC89所需研发经验为94000 购买价格为52万银湿 成员组解锁为15万银湿 如果有完冲气8.7的需求即可研发 如果直冲顶级则可以跳过 队列推荐 PTC89 1223G CM25 PGZ09 或者WZ305 T62545 CTZ59D1 M41D 直11WA 米格一五比四 在此队列下 工顶巨大钢针双琼皆可上场 虽强度不及曾经的8.7大队 但可以避免10.0及且较高的颁掌率 也可让现在的8.7有一定的可玩性 优与烈 优点 1. 火力充沛 5秒一发443毫米穿 国产12017弹 即使没有给现实中更好的弹药 在8.7分房也属于领先地位 2. 炮镜尚可 打具还行 3. 同时配备激光测击于自动装表和钢针 4. 弹药集中于车体中后部 车体前侧微引擎由概率结构扛 5. 折叠车辆 所需研发点少 缺点 1. 整体装甲过补 一被机炮车和榴弹抄腰带走 2. 彻底过长且炮打后置 配上一般的双击反应并不灵敏 方向机也被加强过 3. 扶脚较差 复杂的地形作战能力较差 几乎没有机会用到铲子 4. 爆发过后会进入极度慢缠的补弹期 期间完全丧失作战能力 战斗续航能力弱 打法分析 1. 利用激光测试仪和长杆钢针及尚可的炮进 在高地或远处打局 2. 则被压加时利用5秒固定装填快速灭敌反制 3. 1.5线随队友推进 形成局部火力优势打船战线 4. 卡住关键要到路口 拿出高交换笔 5. 短期爆发后迅速换车和上CAS 好 别立心89的单车数据我们已分析完毕 我们来到实战看看该车的表现 5. 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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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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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叫死 你不要叫死 你不要打我 人家 我怕我都倒是你 他又打我了 他要打我了 你不要你救命 中文字幕志愿 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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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众 坦克 身衣点中方向 重心距离 450 打中了 专甲战 装填完毕 不不要叫匙 不不要叫匙 专甲战 已装填 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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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打中我们了 我们拿来了一方 击中 钻甲弹钻填完毕 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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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 看到 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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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 抓住 抓住 踩 好 踩 来 来